看到免战牌就休战 古人真这么讲信用吗 如果对方偏要继续打该怎么办 免战牌在不少小说电视中出现过 他虽不如免死金牌 能免去一切罪行 那么历史上真有这种东西吗 真的有 而且古人见此牌 真的会立刻停止战斗 早在春秋时期 免战牌就已出现 双方停战 也不是为了给敌人喘息的时间 而是为了给自己时间去调整战术 不至于两败俱伤 春秋时期的人 崇尚君子仁义 人家开战前都要下战书 约定作战地点和时间 如果其中一方有事耽误 那这场战可能就真打不起来了 就算双方顺利到达战场 也不能立即开打 双方将领必须互相缩一 击骨铭筋 可懂礼貌的 交战期间 敌人要是受伤逃跑 士兵也是不可以乘胜追击的 所以免战牌在那时候是真管用 一旦有人挂出 另一方绝对会遵守 公元前597年 楚国围攻郑国 楚国发现九宫不下 便挂出了免战牌 郑国也不怕人家偷袭 居然也就同意休战了 即使真的又不遵守免战规则的 也不会对守方造成什么威胁 毕竟守方在高高的城墙内 拥有强大的抵御能力 如果对方强行攻城的话 那付出的代价极大 最终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